她是讲台上严谨智学的老师 但下一秒 确认过眼神 是手机要被搅的人 拍照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极致专注 因为 谁是来的 一不小心 就变成了表情包 她 一个明亮到毫无阴霾的小男孩 知道 你舅舅送给你的礼物 谢谢舅舅 讨厌舅 你刚才说什么 老师都会白死的 舅舅 你知道有个词 叫多词一举吧 老师都会白死的 青蛙王子 是无数孩童喜爱的童话故事 今天 有位好奇的小男孩 想要和青蛙 来个亲密互动 于是 我说什么 为什么你踩着个蝶子 为什么你踩着个蝶子 但是它只是个蝶子 心灵小子 三秒钟 最辛苦练武道二十载 终于探寻出了极胜武道的终极奥艺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抱怨手艺 提神明记 然后 武功再高 也怕狗咬 哥们 帅不过三秒啊 男主角身陷失恋的深渊 渴望被人唤醒 但这首MV 遇上调皮的网友后 嘱咐版 大蚊子版 看你不顺眼版 甚至喵喵版 画面中的爸爸正在和自己的儿子隔门喊话 我告诉你 狗口完了 你是 熊猫已经变成狗熊了 你不是说 想吃啥给你做啥 而是有啥你吃啥 你明白不 哎 现实真是让人心酸哪 你不是说 想吃啥给你做啥 而是有啥你吃啥 你明白不 有人说 陪孩子写作业 是一项极其高难度的工程 因为 这个填什么不知道吗 这个妈妈 这个是填日还是填月 你填月念念 月子一天天过去了 也对 这回答没毛病 火车推销员 传说中的推销鬼才 一声群 提高的火水 降低点一粒 战队降低点一粒 戏精都是从小养成的 爱不一把笛 你把那魔鬼又来了 这只只 真正的火火之光 全球每天卖出 一千六百万笛 手感非常速 Oh my god 太胸滑了吧 我的天哪 而且同等家位里 最适合小学生 接下来 重点来咯 主理大侠 特别限定 新华字典 每个书店 限定二十百 天天好不容易 帮你们抢了 好多字了 看这个字典 我的妈呀 太好长 而且这个字典 是真正的烂番茄色 最重要的是 肢体非常清早 一点都记不住 真的是一点都记不住 总而言之 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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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你还是作业太少了吧 好多 所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